我们前进前进 胜心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宽快兴飞行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的胜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的胜 零三仪会万年灯 四八大院照光明 皇禅老祖庙至圣 加持冠顶见太平 阴阳日月最长生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么无量寿妙之圣王产老祖师尊 那么无量寿妙之圣王产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一京大学 各位法师 各位讲师 各位贤士 及各位死亡算知事 九九法会联座上 谈绳上 中华民主 中华民主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 租祖灵 苏安法界三界万灵 各位当下 参加九九法会共修 所以我 各姓氏 唐上祖先 九贤七族 朱祖灵 那今天 魁氏连十月五日 以一军挂象 就是封走中福 封走中福 是诚信 我们在天上界 也是为诚信而来世间 我们来到世间 也要依照在天上界与祖先祖灵 所约 里行诚信 进入宗教的法文 来修行 将世间 酸甜苦辣寿 众生 修行的 各种的点点滴滴 宣法 也一起 大家 带来共修进入 谈诚共修以外 我们是要将世间的一切 妙智 借着我们的音言 深口意 善业 修行 将这些妙法 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 这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智慧 所以我们都是维新圣教 共转法轮的法师 尤其当下都是讲师 你们讲师 将妙法 讲给自己的祖灵 一起共修以外 用你们的深口意 将王寨老祖所开示的真理 来借着你们的口 念出的经文 尊严 声音 你自己听到 耳朵听到了 然后转入你的意愿 在中间 就是有一点点的 一点的摆好这里 意愿 进入你的心田 然后你的心田里面 本来你的列祖列宗都在心中嘛 双法界 圣神 佛菩萨 你都把它抢在你的心中 所以 你们要履行这个诚信 既然大家都是身为我们的讲师了 务必在自己允许的范围时间之内呢 我们要立行我们的诚信 所以 人生六十啊 确实是很宝贵的时间 从董事以后 男的十六岁 女的十四岁 就转化为身体的机能 为有智慧 有自己独立思想 都开始 所以 王产老子前妙真经 开始了 好 我 各位 你们当下 我们 大家都有缘 来到世间已经 有机会投胎为人生了 所以我们的过程过去 不了解我们的人生 世间的过程呢 当然有的很精进 有的很糊里糊涂 活到 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但是这个宇宇宙的法则 空界 空性的法则 若是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了啦 所以王产老祖前妙真经 就太上道就祖元 道祖就道之祖元 太上老君 开始了 男十六岁 开始化育成熟 女的十四岁 开始成熟 所以这个都是 告诉我们 在天上世界 我们各位 你们还没来世间上以前 务必要先懂 可是我们来到世间上 不了解这个真理 等到我们进入法门以后 才知道 哦 这个真理是这样 所以王产老祖前妙真经 最不经 告诉我们清清楚楚 那我们今天追节 继续来为各位讲解 王产老祖前妙真经 我们来看经文 里面的内涵 修道炼丹 一朝之上 女子十四岁的 因子耳濁水下降 生花 生花艺 以当心 这是讲 是讲女性的 男性的呢 男儿十六岁的时候 阳祖 而 花艺星 现在开始转化 最要 皇贤 而 必 邪静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按白虎 以请住 这就是我们男女 在世间上 有身体以后 我们的身体结构 和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灵性 会受身体的影响 身体的影响以后 开始整个人生的思维 变化就很大 国中阶段 国中阶段的 我们所说的叛逆期 那不是叛逆期 我们教育 若是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 应该要有更高 一个境界 来 喚醒 这些孩子们 当我还没在修行以前 在这方面 也是不了解 常常问那些孩子 怎么这么不好 初中式叛逆期 怎么样 怎么样 看那么多孩子 是这样 后来当街道 王产老祖学庙 震惊的时候 才恍然大悟 我们在天上界 灵魂界 还没来以前 太上道族就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了嘛 结果我们投胎 转世来世间 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爸爸妈妈养我们 我们养孩子一直长大以后 我们还不了解 这个成人的转化点 女的十四岁 男的十六岁 这是天的真理 那么好了 人 有幸运的 我们一直年纪一天一天的长大以后 那太上道族也称称的教诲 提醒我们 当我们每个人 男的十六岁 女的十四岁以后 信念应该把持怎么样 才能防患你未然 有如金刚经所开示的 当我们来到世间上以后 你会受到世间的各种烦恼 会打破你的金刚自信 那怎么办 才能打破 这种烦恼呢 金刚经开示 四个法则 要破除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和受责相 来降伏我们的心 真的很妙 我们还没达到世间以前 就等于佛 在天上界 已经将我们提醒我们 春春教诲来了 当你们来到世间的时候 碰到烦恼 你怎么样 来 降伏其心 降伏这个烦恼的心 所以因无守住 而生其心 那因无守住而生其心 不容易啊 那你怎么来破这个四项呢 就用四项呢 所以我们每个 第一次礼拜都有共修金刚经嘛 那么在本 王产老祖学庙真经 所开示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经文 好 你的十四岁以后 发育以后 开始初开而移动 哪里都一样 气学思想整个都大了变化 动就是进不了 移动 随环境 而有所 这种的冲击 由于 秉真事物 事物是什么 金刚经所开示的 破四项 那么在 最不经我们维新圣教王产老祖 玄妙真经 老祖他所开示的 另一个境界事物 那 就是 卦相 昨天诀 第二个 天地匹卦 第三 第三千卦 第四 折礼水卦 这四个卦相 我们依照这个修行 昨天一个诀 就听卦 这个卦相呢 就是 游风脱亡 就是要 云有四海去多学习 来到世间 要知一切法 接受教育 知一切法 要 勇勇精进 不要随便退道 不随便退治 受到一些谋考 我们就退了道 那我们来到世间 接下以后呢 我们一生就很 大的 破折 所以当我们 到十六岁 到十四岁 成人的转化点的时候 这段时间呢 我们的教育 应该 多以宗教的教育 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童 易经的新华 来教导孩子 你要多学 不是只有学一种 就像一只蜜蜂 蜜蜂蜂呢 它到处 花 这个花和花 它的花 到处飞 到处飞 不是的到处跑 蜜 就是 多学 教孩子 一定 教他们 多花 然后吃悲心 教孩子 学习 做一些有益于 社会公益的工作 给他们做个观念 曾经我们遇到一个孩子 妈妈带他来 带他来 他刚好读上高中 我说你喜欢读什么 是否我想读高 现在高中嘛 我想去读社会 社会科系的 我发现 社会的服务 非常重要 妈妈从小就带我当志工 当义工 但是没有影响我的科业 带我到处去做义工 到处去看人生 哎呦 高中的学生讲的话 这这么的有智慧 所以这个孩子 后来读在东海大学 他没有去读公家了 离家境嘛 他读到东海大学的 所以社会服务的追劣的课题 他在班上也像其他同学 我们读书咧 我们要到处多去服务奉献 从里面来学习 才能够知道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观 所以这孩子呢 听到这么讲 我也感到很安慰 若是社会 年轻一代有这种教育 那我相信社会会 那我昨天我得千万 事务 务退治 我们 不要退到 我们来到世间 学什么 都是自己的 来世间是体验 曾经有人问佛陀 说哎呀佛陀佛陀 世间这么糊 你为什么要来世间 他就开始了 我是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 而注释 众生的生死 而注释在世间 你看多么慈悲 开示众生 了解生命的真意嘛 所以 事务呢 我们修道了人 来世间上都是修道 每个人都修道 不要以为 啊我去哪里一些道场才修道 不是这样 任何一个环境都在修道 在家里也都在修道 家庭是一个小道场 啊我们 事务 要天挂 好就不要随便退治 天地匹挂 天地匹 好 务修为 天地匹挂 阴阳不交 好 为什么 阴阳不交 我们 没有实学 好 没有实学 没有用心去精进 所以 当然 做为学习 所以 当我们十四岁 成人以后 十六岁 以后呢 就是我们 学习最重要的教育 这个点 所以我常常提醒有缘的人 我说 人 对孩子的教育 当然很严格很重要 用开导的更重要 曾经有一位 爸爸妈妈呢 都是 读了很高的 而且高考的及格嘛 她的孩子 两个孩子呢 都不读书 爸爸妈妈呢 都骂孩子 说你怎么不读书 我们都读上 大学研究所 我们都高考及格 你们两个都不读 每天回来就骂孩子 爱子欣切嘛 结果孩子的想法 不是那么一回事 带来开智慧啊 爸爸 如果是 爸爸妈妈 你们读少一点 留一些给我读 我觉得读得很好 因为被你们都读完了 所以我就不必读了 你教育孩子的方式 你用开发 启发的方式 不是用比较 尤其父母跟子女 父子之间 没有比较的 你若是父子之间 母子之间 你有比较的话 家庭的教育 我也成功 你要注意哦 在你们的家庭来讲 所以这一对爸爸妈妈呢 想想啦 书那对啦 我孩子 他们的一直埋怨我 管了很年 没有开发他们 没有让他们去 读自己所喜欢的书 好了 好了 回去咯 爸爸妈妈就换个方式嘛 当时爸爸他在省府 当时省府在农林厅啊 妈妈好多在社会处 自从回去以后呢 爸爸妈妈 找时间陪着孩子读书 看他们喜欢什么 就一起读 结果 几个月以后 孩子的成绩 大为进步 再来开智慧了 孩子的 输公 谢谢你 我现在考试都九十几分 在班上 十名以内 你不要跑到第一名哦 你跑到一名哦 你会很烦恼哦 你十名以内就好 你不要每颗都一百分啦 九十九就好 这两个孩子呢 叔公 你不是 教育要认真证读吗 九十九比一百还难呢 那孩子呢 现在也都出社会了嘛 所以 你用很强烈的教育方法 不如用开花的哦 开花了 就是择天怪 择天怪 择天怪 一起广学 所以才有 增广天网 增加见地 见识 学习 精进 天地皮 你就是要有前段的 这个挂像 你才不会 阴阳不焦 你阴阳不焦了 原因呢 一般人 众生来到世间以后 只重表面 没有重实质的心 和法 所以会天地不焦嘛 那么如果 让天地地天态 为焦态呢 那有办法就是 不要虚为 你不虚为 你不虚为 接下来呢 第三千 第三千 第三千挂 第三千挂 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 如果是一个人 一直贡高 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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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贡高 你不要贡高 不要虚为 第三千 接下来呢 那 有贡高 就在谦虚 你不要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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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接下来 而且做了谁 做了谁呢 就是物攀元 物攀元 你攀元 非常麻烦的事情 尤其呢 做了谁 你不要攀元 天地皮 也就是攀元 所以 这四个 四种的 四个卦象 他是 整个的 我们人生的 一位导师 好啦 我们依照 这个天地的法则 作为入常生活 你一定这一生 不会白走 尤其 所以 择雷水卦 要随胜 因缘 所以老祖给我们 八句真言 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顺其自然 不可勉强 有缘 有缘着度 有多着处 皆是天理 素素如意 这个就是折雷水卦 最高境界 所以 要秉真 四五五 四个 不要触犯了 做四个 有如 八戒 蛛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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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八正道的反面 正见 你不要学见 正师 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 正确的 说话 正语 好 那么 给人希望 啊 不要 这个 照口业 那正业 正业 要正确的工作 好 那么 接下来正念 正命 正精进 这是八戒 就是八正道的另外 反面 那么 四五 你不要换了 这四种的缺点 折天怪 退道 你不要退道 好 还有天地皮 不要虚微 也不要去断了 各种的缘分 好 那接下来 第三签 你不要供高 你说供高的话 义无处处 好 那 做那些水 就不要攀岩 水顺一年 所以最近以来 我们社会过界修行的人很多 很多 就 因为我们维新圣教 现在在国际上 有一点点的奉献 给社会大众 所以一些修行道上的朋友 就常常会打电话来 要求我们 事务部 你帮我 安排你们的事务 我要跟他论道 好 那问我怎么办 我没有时间 就告诉他谁也就好了 好 有缘 随顺一缘 那 不要勉强 但是 不要说我要去论道 结果忘了自己的经济 所以我们在世间上 有四 本法门 来到世间以后 天上 人间 四个法则 尤其我们 成人以后 你这个四个法则 必须要 了解 所以我鼓励大家 学医经做人处出口安心 我可以 讲 在讲下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 内用 解释了 能更清楚 那么 参选 我们学道 学道 道 刚才有人说要不能论道 道 可道 非常道 道无道可论 法 本来就具足 八万四千个法门 门门通心门 通道心灵 所以我们参选学道 益展赤龙 赤龙是什么意思呢 龙 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活性 活性 参选 学道 就是要学用益经 用益经益展赤龙 就是我们的妄念 当一个人身体 转化到成人的阶段 精力充沛 精力充沛的 好了 我们很多糊涂树就会来 那若是你有学到的话 无论哪一个法门 哪一个宗教都非常好 都是为众生而设立的教义 无论哪一个法门 无论哪一个法门 都是参选 选 选 不是神使秘密 不是这个意思 选 就是 了解到 因果律 是为选 选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也是选 所以参选学道 学 道 和学佛 学佛 好多人啊 大家休想 哦 我在学佛 学佛 佛的基本是什么 断除贪称吃 贪 称 称念 吃念 所以 你要学佛 你要断除贪称吃嘛 啊 结果 没有断除贪称吃 很容易动怒 啊 讲话没有智慧 啊 什么东西贪的不还 还在自称我在学佛 释迦摩尼佛 他 放弃 自己国王 继承的 机会呢 啊 啊 那就是 贪 要把它断掉 所以 把它断掉了 那我们要学 那些 释迦摩尼佛 他有那么多的灵力 灵 和力 财 乎 啊 结果 他把它断掉了 放下了 还好 找到自己的生命 和天上有约 所以出家了 啊 七天七夜的 还醒 忏悔 然后菩提树下开悟 啊 他的灵魂 回到 啊 啊 金刚界 世界 啊 在天上界 啊 很高兴 大家齐聚一堂 啊 我不想回来 世间 世间太苦了 世间的人 哦 很 都苦 苦不完了 生老病死 轮回那么多苦 不下来了 那 所有如来 啊 说你有一年 可以在世间上 啊 投胎 在国王家 啊 啊 所以 你 放下 这国王的 啊 名利 好 那么你就舍弃 你的贪恋了啦 所以回去 赶快再回到世间 告诉众生 天上界 我们的灵魂 是不生不灭的 哦 我们的灵性 在天上界 世间的身体 会有 毁坏 灭 的 一天 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又 好了 就带回来了嘛 就旅行 他的诚信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也一样耶 啊 好我们来世间 上次接 世间都 很多的妙法 老主才要我们 都诵经啊 都诵经 把真言真理 借我们的口 我们耳朵 转的意念 啊 你往内 就回向给你 心中的祖先 啊 你的列祖列宗 多生父母 等等 哦 所以这个都是 当你误了 当你误了 时候 你就斩掉一切烦恼嘛 所以一斩赤龙 赤龙 就是烦恼 赤龙 这是我们血液循环 特别的坏 血液循环 它也会是年轻气壮嘛 像我们到现在年纪了 哎 身体的血液循环 好了 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 精力 体力 就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 年轻人 为什么 在历节以来 五千年前的第一场 中华山族 神龙 炎帝 啊 轩炎皇帝 和九龄石油帝的 地场战争 啊 到现在来 你看 有多少人哦 五千多人 还在战争 都利用 年轻人 啊 一二十岁 啊 要在打仗 这真是很可怜的 中华山族耶 才会演化出 我们现在 檀城上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 是 列祖列宗 的圣 圣座 我们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 王山老祖 哦 监护天命 以每年 兩韩的大寡会 啊 包括 每年元旦 一月一日在林口大体育馆 匯集三万六千 中耶 哦 在林口大体育馆 共同祭祖 来超渡我们的祖灵啊 哦 所以 这个呢 我们都是有约的 都是诚信 旅行诚信 所以今天 王山老祖 培养我们 各位讲师 是要将真理 啊 转为 啊 普吉 普传 给你们 多声 有缘的 啊 亲朋好友 所以在台湾各地 啊 新的年度 我们落实到 各乡镇去 啊 开班 啊 来汇游 汇你们多声的亲友 啊 有缘的 天上界的菩萨 如来 来世间上 我们依法来汇游 所以我们 学到 你要学到 你研究易经 大家学易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嘛 所以你 学易经 用易经以后 你才能够 好 易展赤龙啊 赤龙 就是我们的 妄念 烦恼 贪 春 吃 三毒啊 是 易展赤龙 斩掉 烦恼 照易功夫 修道的功夫 一抄直上 所以大家学易经 做人处束口安心 你要先安心 你修道 就是要修心安 要先安心 你安心 才能心安嘛 所以大家学易经 鼓励大家学易经 尤其我们现在鼓励儿童学易经 开始 就 还没 十四岁 十六岁以前 就学易经 练易经 就把内在的 智慧 几千万年来的智慧 本来手藏的智慧 就开发出来 不要等到十四岁 十六岁以后 要再来学 有的时候 已经走上 一些学境来 你再把他搬回来 还是人生的 遗憾的地方嘛 所以我们 维先生教 功德基金会 手办 易经大学 和 儿童学易经 尤其儿童学易经的基础 是中华民族 文化 互兴的 最 伟大的 工程 所以儿童学易经 在台湾 现在 国小儿童 就有 167万个 小朋友 都接触过 易经 所以在 去年 今年 都已经升上国中了 国中 结业典礼的时候 就非常 平安的 不然 过去的 国中要毕业 因为 孩子在国中的时间 最容易冲动 糊涂是最多 所以要结业的时候 学校都请当地警察 派警察来 预防 结果这两年 都没有派警察来 学校 预防 而且 这三年来 儿童学易经 推广之后 上了国中 国中是 孩子 最冲动的时候 迫害性 叛逆性 没有礼貌等等 都是过程 但是 去年 今年 以后 发现了 孩子 有礼貌 懂事 判逆性 少 破坏性 又少 所以 我们正到了 儿童学易经 是我们中华文化 复兴 最伟大的工程 而需要工程师 但是 我们 所有的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在座 法师 讲师们 你们是 中华文化复兴 大工程的工程师 所以各位 我们玄师同修 各位讲师 法师 我也勉励 我们书信班 新的年度开始 继续在遭受第四期的 诗信班 积极培养 希望有更多的 文化复兴的 大工程师 等于是菩萨 文化 的大菩萨 真人 大神 都普降在世间 各位的心 就是菩萨 就是大神 真人 就是真人 我们要自我开发出来嘛 所以大家学义经 修行道上可见证啊 那么 今中所开示 就是呢 遭遇功夫啊 一朝足日啊 足日 进入新田 进入我们的新田 一朝足日 那只有学义经一条路 学道一条路 所以 各位贤士同修啦 我们都是非常有缘 有福气的 勉励各位 再接再律啦 好 依照自己的本念 依照自己在天上世界 以父母 多生父母 你的 天上界的 有缘的亲人 等等呢 立行你们的诚信 好 那再来 五指 吃吃 是 心理啊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你不要 认为说啊 我修这个没有所有 你听一句真言 你就搞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事不安心 一到这一句真言你去做 我相信呢 你可以 一朝不上 超凡入圣 这是我们 成立维新圣教 未来 二十一世纪 人类世界和平的灯塔 维新圣教的 中华文化到头 一经风水融合 如是道 百家思想文化大融入 是世界和平的灯塔 祝福各位 无论